那么从上午的这个走势上面来讲 我觉得走的还是比较见明的 因为它经过了一个拉锯 前面几天的时候 我们看哪怕是核心资产 它也不是一起见底 它是先杀下去 然后有快点见底的 开始反弹 反弹当中也有反复 还有一些就继续下跌 没有止住 往下创新低 然后开始接力反弹 慢慢的倒腾过来 我觉得这是这一次 这个核心资产 还是完成了比较充分的一个下创 所以这门调整是有价值的 这门调整是有价值的 主要就是市场有过于狂子 过于高估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主动性的调整 连续五周的一个周线上面的一个下创 然后接两周的弱势反弹 从周线的角度 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反弹 但是从结构上面来讲 它就逐渐的起稳 这是这轮下创 我觉得整个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第二个论 就这轮杀爹的话 杀得很充分 基本上接近无死角 从激进重仓的品种来讲 其实接近无死角 它在这轮杀爹当中 只有一些当下在炒作的一些主题 就是比如说像碳中和这样一个主题 出现一个逆势的一个走强 那么基金重仓的方向 基本上是全部过关 全部过关 就都得在这轮杀爹当中 都检验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轮杀爹呢 第一它杀的时间还是 总时间长度可能不算长 但它连续性很强 它连续五周下创 这个名很难夺 因为它是连续五周下创 你就很难说 在这样一种清洗当中呢 你可以完全自身度外 我觉得这个做不到 所以呢 它这轮杀爹呢 它是通过短期信速 而且有利路的一个下创 使得呢 基金重仓股和核心资产 全部过关 全部要走一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这轮下创 它其实呢 重点清理的就是 基金的磁仓 它检测的是 基金磁仓的 这个含金量 和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再次探比的位置 杀得很凶 因为普遍的跌幅 你想想基金的磁仓 能够普遍的跌30% 这个在A股的历史上面呢 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特别是在无风起浪之下 这个绝对是 绝无仅有的 就以前呢 出现恰恰的时候呢 都必须是 要么政策出现 重大的转向 要么海外市场呢 出现 不得了的崩盘 然后传导过来 A股呢 出现这个调整 比如说像去年 三月份的时候呢 海外的疫情 突然加重 那A股呢 出现一个向下的动作 那以当时来讲呢 核心资产 其实跌幅呢 也就10几% 也没有像这一次呢 普遍的跌30% 这个呢 是非常少见的 然后呢 从基金的回测的角度呢 也可以看到呢 在这一轮调整当中呢 基金没有主动 去做抵抗 而是顺势呢 能跌多少算多少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头牌的基金 他们普遍的这个回测呢 都是历史上面最大回测 就在25%左右 这个呢 也很罕见 这个也很罕见 所以呢 对这轮调整的话呢 一定要珍惜 一定要珍惜 因为你很难等到市场 有这么强的短期调整 第二一个呢 很难等到市场调整的 是可以用作长期投资的标的 就是你比如说 一大堆的垃圾股调整 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对吧 市场呢 做一个价值回归 但是呢 没有真正的好处 因为它不带来投资机会 跌了你还是不能买 你难道会去抢一个垃圾股的反弹吗 不太会 它最多是一个交易机会 但是呢 核心资产的 像这种规模这种力度的调整 就是给了进场的机会 而且这个进场的机会呢 只有可能是中期边长期的方向 这个呢 我觉得是这轮调整当中呢 非常有价值的地方 当然了 就是这轮调整呢 它也是非常的凶 所以呢 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难度是挺大的 因为你不太可能说 一开始预见到它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消息面呢 这么平静的背景之下呢 杀出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呢 就会有一点点 感觉说 钱不够 如果钱再多点 就更好了 就是你在相对底位的时候 比如说跌了五周到六周的时候 如果说那时候仓位还很轻 那这个加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爽 但是不太可能 我觉得投资难的地方呢 也在这里 就是你对市场乐观一点呢 你必然会接触早一点 你对市场悲观一点呢 哪怕跌落了 你都可能不进场 也不一定够成机会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今天我才在这个 群里头特别讲到的 就关架头呢 它一定是这样 它一定会买早 因为市场呢 在极度弱势的时候呢 它会有超跌 而架头呢 不太应该等到超跌 严重超跌的时候进场 它应该是等 那个四度合理的估值水平 它就进场 然后呢 再做一点补差 那如果出现连续刹跌的话呢 有可能到低位的时候呢 就头寸不一定够 或者也没有必要买到最低 这样扔过来 第二一个呢 架头呢 通常它卖了以后 应该是涨的才对 说明它的反应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判断呢 估值差不多了 然后很难判断 人气到什么时候 所以呢 它会采取呢 逐渐的减仓 或者达到目标位的 止盈离场 这样的话呢 应该会错过 会错过呢 这个 所谓的最后的那个卖点 这种就是卖了以后呢 应该涨的才对 就像我们看巴菲特 卖这个中石油 那非常典型 对吧 它主要呢 卖在13块钱左右 当年的经典之战 那它们是买在哪里呢 它们买在1块5到1块8 然后扔到呢 13块钱 把这个余生 吃的满满的 卖掉 市场呢 还有人气 还有人愿接盘 还有人在嘲笑巴菲特 然后呢 冲到这个16块多 这样呢 它就完成了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撤退 就是这就对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 架头的玩法 就是应该买的早一点 应该卖的也早一点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这是我们关于架头的一个 基本看法 就是应该在左侧的时候呢 敢于出手 才是架头 第二个呢 买完应该6位被套 很正常 这是架头 对了